迷你世界中的狼在夜幕降临的时候 他们就会进攻其他小动物 并且在白天的时候狼会进攻我们人类 很多小伙伴对我说狼在迷你世界中 他们非常的坏 错 其实狼中有我们的朋友 他们是好的 你们知道吗 众所周知 如果狼进攻我们 我们就会嗝屁 此时就会出现一个墓碑 而这个墓碑上面写着 我与狼战斗不慎失手 所以很多小伙伴就认为狼他是坏的 他进攻人类并且会伤到我们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在这群狼中有好的 你手机表情包装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狼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他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都知道狼这种生物 他在迷你世界远古版本 他们就存在 并且他们十分的团结 进攻猎物都是一起行动 但是我和学姐发现 如果我们面对狼群 拿出一根骨头的话 情况就会有所好转 小伙伴们你们看 我拿着骨头靠近了一个狼 轻轻的敲了两下 他就成为了我们朋友 他变成了一条狗 从此他就会紧跟着我 随我去冒险 所以说在这群狼中 他们其实并不都是坏的 如果我们拿出骨头 就会可以把他 驯服成一条狗 成为我们的朋友 你们知道了吗 点个关注 下期继续